現在的遊行示威不是和平訴求,變成了薄煉 跟這兩個月的反手禮中,我看到那些煙氣太重了 年輕人對政府的不滿和訴求好像只有戰爭契 而且他們不是僱善大局 現在市民多數都,以前最初都會贊同年輕人的遊行示威 但現在市民的驗聲就是,你們這樣的破壞 用的錢真來都是我們納稅人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遊行示威的影響到經濟和民生是很大 因為我家是家屬經營飲食的 但是從這兩個月來看,生意真的差了一半 我覺得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,我覺得是立即其反 令市民更多反對他們的遊行示威和訴求 我覺得應該是停一停想想想,心情和氣這樣 要僱善大局 不是為了他們的七百點是想要僱善大局的 是為市民爭起 但是整體來說,我覺得應該好像是交和萬事興 不應該借助外國的經濟支援,而去搞破壞 好嗎? 好嗎? 我都 refugee 想要不剛好嗎? 好嗎?